人是一个被囚禁的灵魂 我想这哲学家讲了很多 下面我们就可以了解了 当我们从绝对宇宙掉下来之后 变成相对灵魂都是很凄惨的 你看第一层把你包起来的叫做肉身 第二层把你包起来叫中阴身 我必须要说明 人去投胎的时候 是带着你自己的中阴身进去的 你才知道怎么长的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中阴身怎么大怎么带进去 中阴身可大可小 可大可小 你到母胎里面去的时候 你是带着你的中阴身 然后慢慢把中阴身把它扩大 扩到婴儿那么大 所以每个婴儿都不一样 长得都不一样 有每个人中阴身都不一样 所以记住 不是母亲把你生成这个样子 是你自己的中阴身 就是这个模型 所以生出来六个指头 那也是你的中阴身有六个指头 那个模型有六个指头 就是灌成六个指头 生出来耳朵里面多一块 那也是那个模子的问题 然后当你有欲望的时候 欲心身 当你学了一些知识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知识是好事情 知识把你绑得一筹莫长 最后你开始讲道理了 道理又把你长得一筹莫长 相对灵魂被囚禁 被谁囚禁 被自己囚禁 这里有四个字叫做五重心身 为什么用心身 就是你一动念 他就多了一个身体 一切都是你想出来的 所以当你完全不许想这些 这些就消失了 你反而很纯洁很天真 你回想一下 你以前有没有这么多不可能 没有 等你读的书又多 你就有这个不可能 那个不可能 就是很好的理论 不可能 为什么书里都这样写的 那不可能 老实说的 那不可能 人家已经证明过了 你看 你很奇怪 你一定要把自己 加上一层一层的那种框框 所以弄到自己 勇士不能超生 你用这样去读老子书 你才读得通 老儿子告诉你 知识不是对人好的 是害你的 圣人不是你要追求的目标的 你做圣人干什么 你慢慢去想 为什么老子会讲那些话 我偷偷地讲一句话 虽然也很大声 老子是通灵的人 要不然他写出 写得出那五千个字 我都不相信 应该谁写得出来 今天我们把它叫做气功状态 就是当他完全忘记我的时候 他拿起笔来 就这样写 一直写 结果一发现 我怎么写这么好了 所以赶快骑 不要骑什么东西 溜掉了 因为很多人要找他算账 你会发现 你写得很坏很坏 也有人找你算账 你写得很好很好 也找你算账 所以大家想出名 你就去画那个 大家画不出来那么难看的东西 你就出名了 因为今天要画好看东西 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这样讲只是告诉你 你要不要去求成名而已 你求成名干什么 我到了巴黎 到了伦敦 到了纽约以后 我才知道艺术家真的很悲哀 你要画得很像很像 人家比你更像 你要画得很不像很不像 人家比你更不像 你说我不画 一张纸办 人家已经白布贴在那里 反正你能够想到了 人家都已经做了 那你干嘛 你能做什么 我问你你能做什么 历代有那么多的艺术家 各种各样 只要你想到了 他都有 那现在艺术家做什么 做什么 所以之后拿那个铺 要不然怎么会想到铺呢 没人铺 我就开始铺 然后也铺了 也铺了 我就开始剪了 也剪了 我就用这个 这就是我画的画 鬼画 这是我画的画 叫做什么 叫做食物专制 他随便叫个名字 买回去 很奇怪 一百万 人就是这么疯狂 现在看到这个图 你就知道很简单 非常简单 我们仿万归真是什么意思 仿万归真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绝对灵魂 你一不小心掉下来 变成相对灵魂 然后开始 重重把你围住 围得你凑不过气来 所以为什么你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你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你通通被蒙蔽的 你说我有眼睛 你有眼睛吗 你看好不容易有两个洞 然后两个眼珠把你塞住 好不容易有个洞 然后喉咙把你塞住 好不容易这里都把你塞住 只有你开个洞 他就可以塞住 通通被你塞住了 然后他就开始管制你了 有些音波听得到 很多音波听不到 有些看得到 有些看不到 你眼睛都看得到 根本看不到 最起码人家看得到鬼 你看不到鬼 你就输给他了 是不是每个人看的眼睛不一样 不一样 人身上有五个洞 通通给你塞住 然后你就开始觉得 哎我的眼睛很好 看得见 你看什么 我亲眼看到 就看错了 我亲眼听到 听错了 那有什么办法 这就是人 为什么 老是不冲不明的原因 就在这里 因为你完全被你自己 团团围住 你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 想个办法 把你的灵魂穿透这些 然后跑回来 这样就叫做反万归真 这是一条非常方便的路 可是很少人找得出来 我们大部分找什么路 你看下一张头 你就知道我们大部分找什么路 你看这个很有趣 绝对灵魂 相对灵魂 相对灵魂 里面有很多人 修修修到他可以回老家的时候 他突然间大发慈悲 他说不行的 这么多人在这里 还回不来 我一个人回来 心里很不安 所以他又回来 做一件工作 叫做普渡众生 这种人 就把它叫做两栖灵魂 就是他有能力回绝对灵魂 也有能力回相对灵魂 这里面就有谁 瑟加摩尼 耶稣基督 默罕默德 关公 马祖 蒋中正 这样你就很清楚了 所以你也可以做这个 你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个 这样清楚不清楚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宗教始终搞不清楚 耶稣基督绝对有能力回到绝对宇宙 可是他一看了这么多人在这里 所以他又回来 传播很多的教训给人家 劝善 释迦摩尼也绝对有能力回到绝对宇宙 可是他要回来 还有一个人更妙 就是说 这些人只要还有人在的时候 我绝对不回去 地域不空 事不成佛 他也知道地域永远不可能空 所以他永远不成佛 这很伟大 一个人没有机会回去 那你不能回去 那没话讲 我可以回去 我还是回来救大家 这个人很伟大 所以我们对这些教主 平定一讲 我们是很崇敬他的 只不过 记住两句话 不要把他们当作唯一的 不要 人类之所以坏 就是把他当作唯一的 你看明明有回教 明明有佛教 明明有基督教 有天主教 为什么你是唯一的 没有一个宗教是唯一的 因为很多人有这么大的报复 有很多人有这么大的能力 怎么没有 各位好好修 有一天你也可以 游走两个宇宙 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都有这个能力 也不是没有 那怎么办 很简单 中国人讲得非常清楚 第一个要先求天人合一 要先求天人合一 什么叫天人合一 就是你的相对宇宙 跟绝对灵魂 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相对 就是天人合一的 如果你是个人电脑 那么绝对宇宙 就是网际网路 你一上网 就天人合一 如果你是一个人体的磁场 绝对宇宙 就是宇宙磁场 你用磁场跟磁场的感应 也可以得到 好几条路 换句话说 只要你把脑破调整到 跟宇宙pose一样的时候 那两个就是 就是一起的 你信心就进来 所以人很清醒的时候 你是得不到宇宙信息的 人睡着了 也得不到宇宙信息 这样你才知道 打坐就是 也不能睡着 也不能清醒 这厉害就在这 所以很多人是跟我讲说 我一打坐就睡觉了 我就知道 你就没有打坐 他问我怎么办 我说去睡 就说你根本没有资格打坐 打坐到睡觉 你就去睡 那个脑破要自己去调整到 也不是睡 也不是醒 那时候你就跟宇宙同步 同步的时候 很多宇宙信息就会进来 这都没什么好明显的 刚才 有一位同学讲的最好 就是集体意识怎么办 你看 我们这么多人 他会影响到整块的 会影响到整块的 这个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供业 这个就叫做供业 像九二一大地震 就是供业 就是供业 就是这么多人 所做的事情 他会影响到这块 这块整个就 崩下来 那整个就完蛋 所以为什么好人坏人一起死 就是你倒霉 你受牵累 所以为什么以后 社区很重要 就这个道理 只要这块越来越糟 就整个下来 你就被连累了 所以还是四个字 自作自受 好 那我们现在 要请各位 要发个宏愿 这个宏愿 就是说你每个人 要自己告诉自己 我要干什么 我们提出三个宏愿 给大家做参考 要做一个 人对未来有贡献的 就是自己有生之年 不容人类灭绝 人类是会灭绝的 但是只要我活着 我就不让他灭绝 要不然什么叫宏愿 说你们多尽联力 不要让我灭绝 这个人是什么宏愿 第二个 这是中文最喜欢的东西 叫做什么 经由天人合一 成为得道高人 你看这个道 就是你能够了解 宇宙信息的人 就叫得道 所以中文说 你知道不知道 其实那是很高层次的东西 谁知道 现在都把它建到知识层次 其实没有什么用 你知不知道 就是你有没有灵通 能够得到宇宙信息 那才叫知道 否则没有资格叫知道 可见现在很多人 自以为知道 还是不知道 天人合一得道高人 我想这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 这是很喜欢追求的东西 其实很容易 然后把自己奉献给宇宙 建立核穴共生关系 核穴是核穴 共生是共生 共生不是人类共生而已 你要跟动物共生 你要跟细菌共生 你要跟植物共生 你要跟快物 矿物去共生 因为宇宙万物 都是有它的用途的 你怎么可以任意把它消灭 一方面核穴 一方面共生 那整个宇宙就很圆满 我在这里讲一句话 给各位做参考 人为什么痛苦 因为地球不是天堂 而人类不是天使 哪一天地球变成天堂 人类变成天使 大家很幸福 不要等到死后 才去追求天堂 要活着 就能够过天堂的生活 这才有意义 太多宗教都是寄望死后 那是很无奈的事情 我一再讲 以前我们是没有资格 要求自己 现在我们越来越有条件的时候 我们不要放弃 创造我们的未来 使自己变成天使 使你周遭的环境变成天堂 那什么都好 我再说一遍 我们本来可以直通的 但是太多的人 他要依赖这个两栖灵魂 所以宗教那么信神就在这里 宗教很盛行的意思 就是人类没有直打车 你自己无法回老家 你必须要靠他 所以才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法 我不晓得他对这个法有什么意思 你看法门法门 多少个法门 法就是这个法 以前我们要渡河 就要个法 法就是工具 你要渡 所以我们中文叫法渡 有没有 无法度 无法度 无法度就是没有那个法 让你渡过去 不要有什么东西 你到了湖泊旁边 要过去 无法度 无法度 无法度就是没有那个法 让你渡过去 这样搞清楚的没有 没有法把你渡过这条河 所以叫做无法度 这样清楚吗 那你现在要求这个法 太多人在求法 可是我希望各位 我们这里先把理讲通了以后 你才去求法 你不会搞错了 你不会走火日魔 你你没有搞清楚 去去求法 太多的人 就堕入了魔的法门 我想我们现在所看到 魔的法门非常之多 所以社会上一直告诉你 要正法 因为有太多的写法 好讲到这里 我们就知道 人生要做三件事情 而且人生只做这三件事情 你慢慢去看 知道此生所为何来 你这辈子到底是干什么来的 就是我们今天常讲的目标 你这辈子到底是干什么来的 第二个 知道如何完成任务 就是我们今天常讲的方法 有目标还有有方法 那第三个 知道怎么做得更好 就是改善 我想你只要记住这三个就好了 你这辈子来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有什么方法去达成这个目标 然后怎么样 必须要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就是修造 所谓修 就是把自己改善 还有第四件吗 没有 答案是能做多少算多少 这个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说起来那也是一种命 你看很多人很认真 最后也没有修改多少 有人他就这样放来放去 他去改了很多 那你有什么办法 有人一辈子这样 到最后也是 没有什么成就 你有什么办法 你看像有一位 喝酒吃肉 他照样很神通 有没有这位 有没有 有啊 怎么没有 我想我们会安排那么多 就是让大家去了解说 条条大路 其实是铜罗马的 看你 不见 看不见的那一部分比较重要 而不是看得见的那部分 不要太拘泥形式 太拘泥表面 内心的改变 就那个磁叠的内容改变 比电脑是什么样子的 还要重要 人生的目的 就在一个叫做修 修这个字是儒家的语言 也是道家的语言 也是社家的语言 儒道社影响中国人最大 通通讲修 所以不完全是佛教 不要听到修就想到佛教 其实基督教也讲修 天主教也讲修 回教也讲修 没有一种宗教不讲修 你看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你们看修齐治平里面没有立业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没有立业 我必须要说明 我们是透过我们从事的职业 来修 怎么修 在职场当中修身 在职场当中齐家 在职场当中治国平天下 如果你的职业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不能朝向修的话 那你就是工具 完全是工具 赚钱的工具 这样听清楚了吧 你这辈子赚了很多钱 然后也不能修身 也不能齐家 也不能治国 也不能平天下 你就没有修 没有修 那很好 那下辈子就更努力工作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的好习惯 那不更惨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说人是自己造成的 就是你把自己搞成这样的习惯 那人是习惯的动物 生生世世就这样下去 好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绝对宇宙 绝对宇宙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它绝对光明 你去看所有的宗教 它都讲光明 它都讲光明 就是它就是一片亮的 你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 因为光明它是到处都可以穿透的 所以它无所不知 它是绝对性命 绝对性命就是不受时空的限制 所以它无所不在 它是有绝对的能力 所以无所不能 这三句话连在一起 你就知道那就是绝对宇宙 基督教把它叫做GOD God 中文古人把它叫做天 我相信你的脑海里面 你会把天跟God会混在一起 会 你看很自然就说 God老天 老天 My God 你会把老天跟My God连在一起 My God老天 奇怪吧 就不是这两个东西 在我们中国脑海里面是一样的 是一样 所以我一再讲 基督教刚进中国来的时候 如果翻译圣经 把上帝翻成老天爷 那中国很快就接受基督教 他偏偏弄个上帝 那中国上帝太多了 你看中国几十个上帝 多一个外来的上帝 白种人的上帝 这是基督教徒没有搞清楚的一点 一进来就说这是老天爷的圣经 大家都读 大家要向老天爷祈祷 中国人马上来 马上跟着来 因为我们观念是 他是老天爷 你看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他是实实在在 是这个样子的 光 他哪里都穿得套 绝对性命 不受时间控制 他有绝对的能力 什么都可以完成 我们把它叫做天 但是天是什么 自然运行的规律 这样你会感觉到 中国人好像是最早 跳出迷信的民族 可是我们会认为 中国人最迷信 这不是很冤枉吗 你去看历史 我们在殷商时代 真的很迷信 可是到了周朝以后 你开始摆脱 开始摆脱迷信 从中朝以后 我们就开始 从自然的规律 去了解这些事情 一些都是自然 你怎么变成人 自然 这个跟佛教的说法 比较接近 我没有偏探佛教 你去看佛经里面 所讲的 跟科学所讲的 最接近 宇宙灵魂里面 他有三个要件 一个叫灵光 一个叫灵气 一个叫灵力 你看中国话 常常讲 这个人很灵光 有没有 我们常讲 这个人很灵光 一点灵气都没有 这个灵力 就是你想象不到的力量 你想象不到 有没有这种能力 有 有 当你被狗追的时候 你就跳过去了 然后你觉得 我怎么会跳 跳这么远 再来一次 就掉到水里面去 因为后面没有狗 对不对 你才知道原来是狗 把你的灵力逼出来的 对不对 当一个人突然间 发生很大的神力的时候 就是灵力 这三个是合一的 因为在绝对宇宙里面 他不分 他没有分 所以灵光 气力 应该这样写 合在一起 他不会分 我想我们今天所谈的 大概就是这些 大家回去好好再想一下 有什么问题 你下次不要客气 就可以进一步的提出来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关系 回去消化消化 我们所讲的也不很科学 但是也不迷信 对不对 你说完全科学 没有办法 因为科学的能力还是有限 迷信是绝对不可以 到现在还在讲迷信 那没有意思 好 今天就到这里